好 现在我们就讲Collision 碰撞问题 两个物体在碰撞的短暂过程中 彼此会有相互的作用力存在 碰撞呢 不一定两个真的要像我们这个 好像两个物体相接触 有的时候它不接触也是一种碰撞 像一个彗星从老远的地方过来 它绕太阳转 它跟太阳之间就有一种引力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彗星跟太阳产生碰撞 这个碰撞呢 我们可以分成这几种 第一个是完全弹性碰撞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碰撞以前系统的总动能 跟碰撞以后系统的总动能相等 这个碰撞就叫做完全弹性碰撞 但是但是你要注意 它并不是说在碰撞过程里面 动能守恒 这个并不表示动能守恒 碰撞以前的动能跟碰撞以后的动能相等 但是在碰撞的当中 过程之中 这两个物体啊 比如说两个物体碰撞 它会互相的挤压 它会变形 变形的话呢 它就有什么 变形的话 它就有 未能存在 有一部分的动能会变成未能 因此它的动能就减小了 减小了 但是当这个过程 变化 接触的时间过了以后 分开了 它的未能又化成动能 因此呢 碰撞前的动能 等于碰撞后的动能 但是你不可以说 在碰撞过程中 动能守恒 不可以这样讲 第二种呢 就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完全非弹性碰撞 Completely inelastic collision 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两个物体在碰撞以后 它结合在一起 以同一种速度运动 这种碰撞 我们称它为完全非弹性碰撞 完全非弹性碰撞 是说碰撞以前是 两个物体 碰撞以后 却变成一个物体 是两个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运动 这个叫做完全非弹性碰撞 第一个 完全弹性碰撞 我们生活里面 不容易看到 不容易看到 但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是很多 就很多 比如说 像我们以前 念大学的时候 不像你们现在 骑摩托车 我们都是骑脚踏车 但你骑脚踏车的时候 有个同学 在旁边像你招手 你带我一程好不好 那我说好啊 那我不会停下来带它 我招个手 你就上来吧 那我一边骑 它就一边跟着我的车子跑 跑了以后 就一下子跳上来 如果它跳成功的话 就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这个就是 完全非弹性碰撞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 它碰撞了以后 两个物体碰撞以后 碰撞以前的动能 也不等于碰撞以后的动能 但是两个物体也没有变成 没有结合成一个物体 那么这个就是 也不属于这个 也不属于这个 那就是一般的这个弹性碰撞 好 我们先介绍完全非弹性碰撞 比如说这MA跟MB 这是碰撞以前 它的速度是VAI I就是代表 initial起初的意思 B VBI 然后碰撞以后 两个结合在一起 这两个一起跑 速度都是VF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 我们说 VF等于什么 碰撞以后 这VF怎么解出来啊 你要用什么式子来解这个VF呢 那我们就想到 可能可以用动量守恒 就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动量守恒 因为它里头有VF 那你怎么用这个啊 你不能够 比如说我这个式子还没有写呢 这个还没写出来啊 你不能说 我们就用动量守恒 就直接写这个式子不可以 那你先要确定 为什么它是动量守恒 为什么动量守恒 你确定它有条件 它的条件达到动量守恒的 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才可以用 那你就看 这两个物体才碰撞的时候啊 它的外力 X方向的外力等于0 就是说 这两个物体 在一起 它给它的力 算是内力 MB给MA的力 也是内力 MA跟MB 没有受到这两个物体 以外的物体 给它的X方向的力 所以它X方向的合力等于0 因为这个等于0 所以它SigmaPX等于定值 也就是说 这个方向的动量守恒 动量守恒 那么动量守恒就是说 碰撞前的动量 等于碰撞后的动量 那你才可以写出这个式子 懂不懂 以后啊 你们做题目啊 你不可以说 动量守恒 就把这个写出来 不行了 你说它动量守恒 你要说 为什么动量守恒 条件要写出来 条件一定要写出来 记住啊 那么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解除 VF是等于这个 左边这个量 对右边这个枯弧 这个量来除 5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飞弹性碰撞 过程里面啊 它能量的变化 它动量是守恒 对不对 能量守不守恒呢 那我们现在 因为两个 这两个物体之间的位 万有引力位能太小了 因为这个 两个质量很小 所以这个位能就不算了 那就算它的动能 好 这个系统 在碰撞以前的动能 是第一个A物体的动能 加B物体的动能 碰撞以后的动能呢 是二分之一 两个物体结合在一起了 MA加MB乘算VF平方 好 我们要比较这两个大小 这么比较的话 不是很容易比较 就是很麻烦 我们先把它简化 就是假定了 这个B物体啊 有两个物体 对不对 B物体起初是零 就是说 起初的时候是A物体 来撞B物体 然后两个物体结合在一起 以同一个速度运动 下定这个等于零 那就比较好算了 那这个就是零了 这个就是零了 那么 这是 动量 我们前面已经有过这个式子了 把这个带到动量守恒 这个式子里面去 因为这个是零 因为这个是零 所以M 这个 这一项 就等于 这一项 那么我们把VF 刚刚求出来了嘛 对不对 VF求出来了嘛 所以VA呢 VAI 我们把这个除过来 VF就用刚刚 所求出来的结果 带进去 我们发现了 VF 比上VAI 是等于MA 比上MA加MB 这个是 这两个比值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碰撞以后的动能是这个 碰撞以前的动能是这个 比一比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把VF跟VAI 用这个带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呢 这两个的比值啊 一样不一样 分母要比分值大 那也就是说 碰撞以前的动能 要比碰撞以后的动能大 那就是碰撞以后啊 动能变小了 小于一 尽管它的动量守恒 但是 它的动能变小了 为什么动能变小了 因为它在碰撞过程里面啊 它会损失一部分的弓 这个弓可能就是 碰撞的时候 它有摩擦力 把这个弓变成热量 那这个物体也会变形 变形可能也会变成 它的这个 胃能 所以动能就变小了 好 上次显示 在完全非弹性碰撞过程中 虽然动量守恒 能量却有损失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就是说 这是一个木头做的 很大的木块 它用两根带子 把它悬掉 随之 随之 挂下来 就这个 成这个形态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根枪 一支枪 射出一发子弹 只有一发 我这里挂两发 应该是一发而已 我们要测这个子弹的速度 子弹出口的速度 很快很快 你怎么测它呢 我们用这个方法测 我们把这个枪口对着这个木块 射击一发子弹 这个子弹很快的就进入这个物体 然后就留在里头 然后这个物体 因为它这个动作非常快 非常快 它已经进去了 它是要动 但是这个动的时间 很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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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这个还没有动一样 其实它的速度已经很大 速度很大 但是时间很短很短的话呢 它走的距离就很小 射进去以后 以后就射击完了 子弹已经停止了 这个物体开始 以刚刚很大的速度在运动 然后就挡到这个位置 升高就停止了 到一个H 这个底部 升高了一个H高 我们由它的H高 就可以测出 这个速度的大小是多少 子弹出枪口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好 现在我们怎么测啊 像这个问题怎么测 你要求速度 那这个当然 不会是什么Dx over dt了 不可能了 也不可能由这个运动学来做啊 运动学就是说 你要知道起初状态 知道加速度 然后求它的末速度 这个加速度什么都不知道 好 那现在我们 就是说有功能定律 可不可以做 功能定律里头 非保守力做的功 等于这个系统的机械能 机械能的变化 但是非保守力啊 做的功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子弹射进来的时候 它的摩擦力做的功 你知道这个摩擦力是多少吗 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这个 非保守力做的功就不知道啊 那功能定律里头 左端有一个量不知道 那么右端的V就 求不出来了 所以不可以用 没有办法用功能定律 好 那我们看看 能不能用动量守恒 用动量守恒的话呢 你一定要确定它 在X方向所受的外力等于零 好 那我们就看 那我们就把这个子弹跟这个木柏 射进木柏的这个过程 很短很短很短的过程里面 很短很短的过程里面 那么我们把子弹跟木柏当作一个系统 那子弹跟木柏之间所受的摩擦力 算是内力啊 Internal force 那动量守恒是不关于Internal force 但是External force要等于零 好 这个时候啊 因为它速度很大 没错 可是时间去于零啊 因此它还没动 没动的话 这个绳子是垂直上去的 因为还没有摆动嘛 垂直上去的 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系统的外力 有整个整个外力有大M加小MG 然后还有一个力就是Tension 这两根绳子的张力 M加M层级 这个是属于保守力 我们就不算了 这是不是不是不算 就说这两个力 这两个力都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现在不是讲公 我们是讲这个动量 这两个力都是Y方向 对不对 它有没有X方向的力啊 没有X方向的力啊 因此我们说 它的Sigma Fx等于零 Sigma Fx等于零的话 就是它的momentum 这个X component要等于定值 这个等于定值的话 就是X方向它的动能 动量要等于碰撞以后的动量 那么这是它的碰撞以前的动量 M 小M乘V 碰撞以后的动量呢 是大M加小M 乘成V' 我们讲的 下定碰撞以后的动量是V' 那么这个V' 就是碰撞以后啊 子弹连同这个木柄 一起运动的这个速度 一起运动的速度 这个速度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速度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办法解除这个V来 现在我们另外还要有一个式子 来解V' 那V'怎么解呢 我们现在就说 当这个物体已经砍入的时候 那这个摆已经在摆动了 已经在摆动了 OK 它已经整个射进去了 停止了 然后摆上去 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这个过程里面啊 它所受的力啊 这个系统所受的力呢 外力 一个就是这个力 重力 还有一个就是张力 这个时候张力是斜的哦 斜的这两个力 那我们现在用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我们现在用这种形态 那我们用这个形态的话 因为这个速度啊 V'是包括在这个里头的 所以这项你一定要知道 那我们就把 非保守力 所做的功 把它写出来 非保守力只有T 只有T T做的功呢 是等于这个 DS就是它的位移了 位移是切线方向了 T跟切线方向是垂直啊 所以这等于零 那因此呢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就是零 零 零的话呢 那就表示啊 这个时候啊 它的 动能的改变 就这个 等于 未能改变的负值 那我们现在动能的改变 它当到这里的时候 动能等于零 对不对 不动了 之前的动能是 二分之一M 大M加小M乘V'平方 动能的改变 而未能的改变呢 后来在这里 就是大M加小M乘V'H 简单 我们假定这个地方 在这个level的时候啊 这个是零 未能是零 OK 那这负值 负号在外面 由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解除 V' 是等于根号 2V' OK V'解除来了 我们就带到 上面这个式 这是V' 用这个带 我们就得出这个 V是等于这个字 好 现在这里 这句话 以后你们看书 也是一样 像立题 立题前面 它可能会有一部分 判断的话 你一定要仔细的看 做完以后 它有一些结论 也是很重要的话 比如说 在计划所有碰撞问题的时候 碰撞过程中 皆不可以用功能定律 不可以用 因为功能定律里面啊 它有一个非保守力做的功 非保守力做的功呢 它是包括内力跟外力都包括 那摩擦力做的功能 就没办法做出来 没办法 你不晓得它多大嘛 对不对 所以 你这个不知道的话 这个 这边 不管你是求V还是求Y 就求不出来了 但是 我们用动量守恒定律的话呢 它跟内力无关 它只跟外力无关 因此 只要系统 外力的合力为零 就可以应用动量守恒定律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完全弹性碰撞 刚才是 刚才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好 这一个系统 两个质量 一个M1 一个M2 这是它的初速 这是第二个物体的初速 碰撞以后啊 碰撞后 质量没有变 但是速度改变了 一个变成V1F 这个变成V2F 好 现在我们要问 假定M1M2知道 V1I V2I知道 你怎么解这两个式子 两个数 因为它有两个位置数 两个位置数 你一定要有两个方程式 才能够解它 这两个方程式 要用哪两个方程式啊 我们学过好多 像 平衡第一条件 平衡第二条件 像牛登第二定律 等等 功能定律等等 我们用了好多式子 到底要用哪两个呢 那么我们现在 首先就看 运动学啊 确实没有办法做 运动学没有办法做 你怎么求这两个 这个不能用成起初条件 然后加速度是多少 来求这个 这个 没办法做 那我们就想 那么功能定律呢 凡是碰撞问题 我们刚刚讲过 凡是碰撞问题啊 在碰撞的过程当中 功能定律都不能用 因为它在 在碰撞的过程进行当中啊 它有摩擦力存在啊 这摩擦力多少 你不知道嘛 所以呢 不能够求速度 那就 再来就是动量守恒啊 动量啊 我们学过动量守恒 对不对 你要用动量守恒的话 我们就把动量守恒呢 分成XYZ 这个分量来看 比较方便 那我们用这个X分量 现在这速度什么都是X分量 在X分量来说啊 这两个物体 除了碰撞的时候 彼此给对方的力之外 没有其他的物体给他力啊 那因此他的External Force 就等于零啊 起码X方向是这个样子 那么因此他的动量呢 就是零 我这个地方用像量就表示说 这个不一定是在地球上面 可能在外太空 外太空 那这个方向也没有力 前后的也没有力 那只有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可能就碰撞的时候 会碰到力 那因此呢 所有的这个外力就是零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零啊 那现在因为他的速度啊 只有X方向 那我们就用X方向的 碰撞前的动量 X 动量的X分量 等于碰撞后的动量 M1 V1F M2V2F 这动量守恒定律 用上了 你看你要用这个式子 我是不是就直接写 动量守恒就可以写这个式子啊 很多同学做问题啊 连动量守恒都没有说 就直接把这个式子列出来 你凭什么列这个式子啊 你凭什么列这个式子啊 你要说明啊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条件讲出来 但是你有一个式子 我现在有两个位置数 我还要有一个式子 怎么办 还有一个什么式子 它告诉你是完全弹性碰撞的话 它的定义是什么 碰撞以前的动能 要等于碰撞以后的动能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 因为碰撞为完全弹性 所以碰撞前后 系统之动能相等 碰撞以前的动能 碰撞以后的动能 有两个式子了 对不对 那就可以解啊 两个式子就可以解啊 好 我们先把这个式子 二分之一先约掉 二分之一约掉 我们把V1F平方这一项 调过来 那就是M1V1I平方 减到V1F平方 可以分解银式 变成这两个 把这个调过来 可以分解银式 变成这个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将这个 这个式子 带到刚刚 导出来的这个式子里面 你看M1V1I 加上 这个M1V1I 加上M2V2I 就是说 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里头来 就是M1V1I M2V2I 这个负的 可以调过来 就变成正的 对不对 那就是 这个 调过来 然后把这个 V1F调过去 那就把 这一项 跟 这一项 跟这一项 M1M2都消掉 只剩下这个 只剩下这个 好 这个式子 我们写成这个样子 比较有物理意义 就是V1F 渐到V2F 等于负的V1I 渐V2I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碰撞以后 第一个物体 相对第二个物体 的相对速度 要等于碰撞以前 第一个物体 相对第二个物体的 相对速度 大小上的 方向相反 就是说 这两个物体 相对速度 一对二的 相对速度 在碰撞前 跟碰撞后 大小相等 但是方向相反 好 这个是 所有 弹性 完全弹性 一维 一维运 一维的弹性 完全弹性碰撞 一维的完全弹性碰撞 我们就称它叫做 head on collisions 叫做正面碰撞 它的特色 它有这么一个式子 因此以后呢 我们列式子的时候啊 只要列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不要写出来 就直接写这个就好了 动量手紋 当然还要了 那第二个 就不要写这个了 因为它是 完全弹性碰撞 所以就有这个关系 所以你就用这个式子 跟这个来解问题就好了 所以以后呢 我们就由这个 动量手紋 以及完全弹性碰撞 这两个式子来解就好了 你现在解这两个 我们把V2F 跟V1F解出来呢 就是这个值 我想你们在高中 都会背这个式子 我现在不鼓励你们 去背 因为你背了 你背不久啊 一定会忘记 你把这个现象记下来 到时候呢 再把它 需要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 再把它 倒出来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上面 这两个式子 分作以下的 这几种状况来看 如果在碰撞以前 物体二是静止的 就是V2I等于零的话呢 那么这个 前面的这个 结果 V2I等于零 这个就是零哦 那它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V1I V2F呢 因为V2I是零啊 所以V2F就是变成这样子 这也是常用的 就是 V2I是零 因为我们 真的要你做练习的话 我们不要那么麻烦 省事一点 就这个等于零 就用这 如果这个是零 你就从头倒到这个顺子 都很容易倒 好 还有 不但是V2I是等于零 如果 M1 又等于M2的话 假如这两个都等于M的话 那你看 这个一减 V1I就是零了 对不对 V1I V1F等于零 V2F呢 V2F 因为 V2F 那么 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V1I 你看 这是V 是V2F 你现在把这个 V2I 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 从这里头 我们就看着 V2F 就等于 V1I V1I啊 就说你这个 碰撞以后呢 第二个物体 后来的速度啊 就跟第一个物体的 以V1I的速度 碰撞它 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你看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 不是变成一了吗 对不对 V2F就等于V1I嘛 那这个 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 本来是 V2I等于零 第一个物体 以V1I来碰撞它 撞了以后啊 撞了以后 第一个物体 静止了 第二个物体呢 以第一个物体的速度 在跑 那这个就表示 什么意思啊 表示这两个物体的 动能啊 完全互换 第二个物体 原来没有动能 它把动能 给第一个物体 所以第一个物体 就没有动能了 因为它速度得于零 那第二个物体的速度 是以VI在跑 起初 然后碰撞以后呢 第二个物体 就以它的速度在跑 那么因此呢 就是以第一个物体 的动能在跑 那这两个物体的动能啊 完全的交换 这个条件要记住啊 什么时候两个物体的 在做head-on collision的时候 动能完全交换呢 就是第一个物体的动能 第一个物体的质量 来与第二个物体质量的时候 不一定要有一个静止 这两个物体都有速度 但是只要这两个物体的质量相等 碰撞了以后 第二个物体的动能 就给了第一个物体 第一个物体的动能 就给了第二个物体 要记住这个 好 以上结果显示 质量相等的两个物体 做正向完全碰撞的时候 二物体的动能 彼此完全交换 做完这个题目以后 或者一个例题以后 很重要的是后面这个 一定要记得看这个 然后把它记下来 那么各位现在就是看原文书 很多同学有障碍 看这个计算式子没有问题 到讲话的时候就看不懂了 那就是说你如果真的都看不懂的话 那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资讯 你就丧失了 就错失了 好 现在我们再看 这是当这两个物体 做head-on collision V2I等于零的时候 刚刚我们上面是说 M1等于M2 假如现在M1不等于M2呢 那这个就不是零了 对不对 这就不是零了 好 那么第一个物体 K1就是第一个物体的动能 后来的这个动能 后来的动能 就是二分之M1 V1F的平方 那你就把这个二分之M1 带到进来 V1F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所以VI平方就写到这里 那这个平方就写到这里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 第一个物体 它的起初的动能 这是第一个物体 后来的动能 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刚刚是说 第一个物体 第二个物体本来不动 没有动能 后来第二个物体 就开始动了 它的速度就不是零了 就开始有动能了 它这个动能从哪里来 就是第一个物体损失的动能 因为它动能碰撞前跟碰撞后 动能都相等 所以它本来没有动能 后来有动能 那第一个物体的动能 一定变少了 变少的量 就跑到第二个物体去了 所以我们就看第二个物体 动能 后来的动能 就是二分之一 M2V2F 那么我们把这V2F 带到这个里头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也是用 这个还是用 第一个物体 企图的动能 来表示 这两个 这是第一个物体的 碰撞以后的动能 第二个物体 碰撞以后的动能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因为 第一个物体的动能 给了第二个物体 它就有动能的损失 对不对 那我们要问 它的物体 与碰撞过程中 损失的动能 与其碰撞前动能的比值 就是它 它损失的动能 跟它原来动能的比 到底是多少 这很有意思 我本来有这么大动能 我做Heading Collision以后 我的动能变少了 少了多少 那就是后来的动能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起初的动能 那么它损失的动能呢 第一个物体 损失的动能 我们要跟这个来比 第一个物体损失的动能 就是第二个物体 获得的动能 那这个也就是 第一个物体 起初的动能 减到这个 就是损失的动能了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个式子 这个 带到这里 以上 你把这个 这个拿过来 就是了 这个拿过来 它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我们 就是这一项 计算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 但是我们很有 就是说 把这个数据改一改 我们得这样的一种形态 然后呢 就把这个损失 对M1 比上M2来画图 这很有意思 就是把这个 这是第一个物体 损失的动能 跟它原来动能的比值 对这个 M1比M2来画图 关系曲线 就是这个曲线 左边这一项 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看的 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 这个地方是E 这个E呢 就正好是什么 M1比M2等于E 那就是M1等于M2的时候 M1跟M2相等 两个物体 质量相等的时候 结果它损失的动能 是多少 这是 这表示 它损失的动能 是它原来的 几分之几 你看 损失的动能 就是它原来 全部的动能 那就是 这个比这个是E 就是这个就等于这个 E 那全部损失光了 那就是两个 就是M1损失的动能 完全给M2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么在两个极限的时候 这个极限就是代表 M1远小于M2的时候 这个极限就是M1 M2 M1远大于M2的时候 这时候没有能量的损失 动能没有损失 我们研究这个 我们研究这个 就得到这个 这个很重要 你看 这M1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M1趋于零 M1比M2小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 动能的损失趋于零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很小的物体 像弹珠一样大 比如说 它跟地球做碰撞 比如说 我们在一个水泥地上面 你拿一个钢珠 对着这个水泥地丢下来 一碰撞 这个钢珠弹起来 它的动能 跟它落下去的动能 几乎都一样 如果是完全弹性 如果是象牙球的话 那就是完全一样 那就表示 它的动能没有损失 没有损失 其实它有一部分损失 它损失的太小太小 看不出来 如果一个物体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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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物体很小很小很小 像地球 在轨道上跑的时候 这么大一个地球 如果它转了一个小小的东西 就像弹珠一样大 地球的动量会不会变 动能会不会变小啊 不会啊 动能呢 其实它会小一点 就是你这个 假定弹珠不动的话 弹珠有动能嘛 它就减少那么大 地球这么大的动能 长得一个像弹珠这么小的动能 又算什么 等于没有小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这一边 那么当M1等于M2的时候啊 动能的损失是百分之百 像这个分析的这个结果 我们用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原子炉里面 比如说我们核能发电厂 原子炉里面 它的U在分解的时候 它会放出什么 放出中子 这个中子很快 中子要跟其他的这个 U元素啊 产生碰撞 它才会有连锁反应 如果你太快的话 它就穿过这个U原子 这不会它不会这个产生 不会产生这个连 分解 就不会产生这个连锁反应 如果太小的话 到那个 数等于零也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就 就在原子炉里面呢 它就有所谓的缓冲剂 缓冲剂 缓冲剂 缓冲剂的话 就是说你中子 要让它撞到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的质量啊 你不能太小 太小的话呢 就好像很大的这个质量 撞到很小的质量 动能也没有改变 你也不能够把它撞到很大的物体 就是你撞到比较轻 它弹回来的速度 还是跟原来的一样大 所以它一定要撞到一个差不多大的物体 差不多 比如说用石墨 或者是冻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速度会减少 所以刚刚那个图啊 你如果仔细去分析图的话 它会 它可以用到这个方面去 所以以后你们做实验呢 让你画出一个曲线出来啊 你要好好的把这个曲线 它所可能有的物理意义啊 要去想一想 会有什么样的物理意义 不要随便画出来就算了 你要仔细去想 那么你就会有 会得到一些 很有用的一个资讯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什么 完全弹性碰撞的时候 两个物体 Head-on-Collision 完全弹性碰撞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如果这个物体不是完全弹性碰撞呢 那碰撞后的相对速度 跟碰撞前的相对速度 大小不会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球 从高处丢到地面 它在反弹的时候 不会弹那么高啊 它每次反弹都低一点 对不对 那也就表示说 这个量 就是这前的 碰撞前的量 要打个折扣 才是碰撞以后的相对速度 就要乘上一个E 这个E呢 就叫做恢复系数 Restoring Proefficient OK 那你们在实验室做实验 做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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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 用这个 空气不墨 的轨道 那么 就会 碰撞 做碰撞问题 就会用到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球 把这么高 掉下来 再反弹的时候 每一次反弹都要比它低一点 再反弹又比这个更低 对不对 那就表示 它 如果是完全弹性系数的话呢 它这个恢复系数是等于1 如果不是完全弹性冲撞的 这个恢复系数小于1 那 如果对这个恢复系数小于1